园林影城商圈巷弄了一家咖喱店 由擅长平面设计摄影的张敏昊返乡创业 并获得县府青年创业 奖励补助最高额度30万元 他以日本昭和时期的复古风格为店内特色 虽然开业仅仅一周年 但已经成为排队名店打卡胜地 彰化青年创业能量不容小觑 近年在县府积极辅导下 不少青年返乡创业 发展各具特色的风格经济 县长王惠美前往园林市一家日式料理店 颁赠青年创业补助30万元 肯定及鼓励张敏昊竹梦创业的成果 他本身是做平面和摄影的专家 过去是在花蓮拜来做学徒 回到高雄来开这间店 他接受到我们中华管政府 青年创业补助30万的优秀青年 他的店放在我们的菜市场里面 最主要他把他的店 世界像日本的风味 能够跟我们整个的市场来做融合 然后我们这次的计划里面 有一大部分是我们 只要做我们的周边商品 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上衣 还有我们的袜子 然后其实这个成效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满多 外线市的人也有做订购 然后其实他们订购完之后 还会回来这里就是用餐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让他们更了解 彰化这个地方跟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这个菜市场其实很需要活化 然后也很需要很多年轻人回来 从业的话也可以找一些地方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这样 就是大家自己聚落在这个市场里面 去让这个市场活化 那未来的路很长很漫长 那我们希望说鼓励我们 这些年轻人能够来返乡 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青年报长数 彰化宣政部 我们这边能够继续来照顾我们 更多有文的青年人 引申于园林影城商圈巷弄的日式料理店 以日本昭和时期的复古风格为特色 虽然开业才刚满一周年 却已成为排队名店及网美打卡热点 获彰化青年创业补助30万元 王宪长欢迎大家前往支持彰化青年 记者雄心意张花线采访报道